Mina san konnichiwa 靜香二號跟靜香一號最大的不同是 攝影機鏡頭的 選擇 一個是GoPro超廣角 另外一個現在這叫做MivoStar 那兩個 最大的差異是夜間的效果 還有廣角 MivoStar只有73度 很窄 GoPro可能到達90到110左右 那個寬度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在這個 曲折上面來講也是面臨的 抉擇很難提 那整套系統 來講呢就是 做的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滑鼠 燈光 監看行動電源 然後 可以無線分開 可以無線分開 就是監看 可以無線分開 這裡是監看 這裡監看也很精彩 這裡監看很有搞頭啊 特寫 這裡可以做9個鏡位 9個畫面 我換個麥克風好了 感覺不是很優 現在 現在應該是蠻吵的 哇 這Wi-Fi 非常之凌亂 換這個黑鳥 適合一麥克風上陣 為什麼今天選它呢 因為它續航力現在是最久的 所以而且最 這次在出門 這次在出門就打算計畫 用這個麥克風 Omany bab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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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所有的圈到我家 應該是可以吧 應該是可以吧 接下來要講解了 沒有人要看 沒有人要看那怎麼辦 有7個人 接個電話 順便測試一下 電話進來之後呢 系統會不會掛掉 嘿 你說嘿 我現在在做那個直播啊 做測試 有什麼事你說 今天要去那個 古亭欸 2點欸 好那我趕回去齁 好 馬上回去 那你們 我快到你們就把東西 放到地下室齁 我快點 好那等我一下 好我快到 抱歉齁 今天的講解 只能到這邊 有任何的需要呢 您再告訴我 好我趕快用最快的速度講 好 滑鎖 5G 然後再一個5G 兩個5G 那還有一個 4G 4G包在這邊 土炮4G包 裡頭是 一張信用卡 兩個LAN 然後 做好之後呢 搭配了一個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M3S M2S M2S 三軸穩定器 然後手機支架 這手機支架 全世界只有我有 好這我們做的 好我們做的 快拆 可以隨時拿下來 鎖持監看 隨時可以 按上去 上去監看 收音補光也都OK 網路線在這邊 你可以插網路線 我這可以直接插網路線的 就會有三組訊號 進行直播 燈光在這裡 燈光 然後 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手機架 監看的 那總共這個系統 需要用到三支手機 然後跟一個 Milostar 形成三個畫面的 Taker 那我在這邊 特別放了一個 放了一個 HDMI Input 等於說我的友軍 如果說 剛好我碰到友軍 然後他剛好只是錄影 他沒有要送HDMI的時候 我就HDMI 往他那邊一桶 訊號就會到我這邊來 那我就可以多一組訊號使用 大概概念是這個樣子 但我不會讓自己這麼麻煩 我純粹這次去就是 送SNG 三機一代 SNG 鏡香一號 鏡香一號 我純粹送鏡香一號到苗栗去 然後 昨天晚上就突發奇想 又做鏡香二號 那鏡香二號的缺點 就是沒有廣角 不走空拍的路線 不往高處的地方發展 就平視角 不太走華麗路線 純粹就是 求的是訊號穩定 跟SNG一號不一樣 SNG一號是可以 類空拍 超低角 平視角 前鏡頭 後鏡頭 可以有天 地 前後 左右 四面八方的鏡頭取捨 都可以做到 那這裡呢 就會變成是只有前後跟路上的這個信眾 總共是 有 上下左右沒有啦 天空地面都沒有 就是 四方而已啦 沒有八 四面 就四面 就做四面的直播 然後 這個特色是 就是它的 潤啊 它的潤有四倍 不會失 不會失真 那GoPro那一段是 潤會失真 它每個鏡頭都可以變焦 這個每個鏡頭都可以變焦 那每個鏡頭都可以再做所謂的 多畫面的選擇 譬如說 我整個廟裡頭 前面有針頭 我可以Take進去針頭 大概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因為公司還有點事 我今天有約 先跟一個大訂單有約 我今天的測試 就先到這邊 就不跟他就好了 那燈光也有了 無線麥克風雙收音 那麼我會可能就是會邊講解邊弄 那我請了我們的同仁做了那個 這個 拱天公的那個相關的那個 新聞影片 專題影片 然後播的過程當中 如果說真的都沒有什麼呢 因為針頭 針頭不可能源源不斷 畫面不可能源源不斷 那這中間我們就會播一些VCR 跟大家分享一下VCR 那這個是金箱二號 它的雏形已經大概百分之百完成了 那我回去再做一個簡單的清涼化 白天這個拿掉這晚上要用 但是一開始今天就是直接是晚場進了 夜場直接進了 所以在夜場直接進的情形之下 我們就必須要做到一點 就是說把光線處理好 要不然晚上按摩摩的 然後這一根棒棒 我再取捨到底要不要用MP168上陣 用MP168上陣可以拍高高了 那整個作業的重量大約是在 預約末估計 可能 2.5公斤 形成3G畫面的作業 然後 最驚人的是 它可能會是 在晚上表現最好的一台機器 因為它晚上幾乎不會有噪點 因為透過適當的配置下 它晚上幾乎不太會有噪點 我看看聲音有沒有問題 唉唷聲音非常大聲 聲音剛開太大一定會破 好 拜拜 拜拜